原标题 他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,一个担任过牌长,谭世英对此心怀不满,于是写信给毛主席,希望毛主席帮他说情。谭世英原和直接写信,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。 说起来,谭世英和毛主席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,他是与毛主席有大人的老师谭永春的儿子,是毛主席少年时代最为要好的同学。 1910年秋,将近17岁的毛泽东投考香香东山学校,尽管他的入学考试作文研制,被校长李原甫一眼看重,视之为旷世英才,建国栋梁。 但因为毛泽东是外乡人,录取中招到本土顽固守旧势力的激励阻挠,李原甫与谭永春等一些仲裁的老师据领力争。 最终,以李原甫提出,不录取毛泽东就此。 去校长职务才迫使校董事会,勉强同意接受毛泽东,应谭永春的要求,校长将毛泽东编入他担任班主任的务班。 谭永春格外赏识毛泽东,认为此子必成旷使奇才,在那些富家孩子骑士贫家出身的毛泽东的时候, 他让儿子谭世英和毛泽东同住一个宿舍。 天冷的时候,他们就同睡一张床,同盖衣床被子。 从进校门开始,谭世英就成了毛泽东形影不离,无话不谈的同窗好友。 节假日,谭永春都会将毛泽东带到家里,让妻子给他做好吃的。 以此,毛泽东病得很重,几乎有生命危险。 谭永春亲自送其到县医院治疗,然后,接回家中与妻子一起悉心照料,使其很快康复。 回溯到毛主席东山学校的求学生涯。 在东山学校的半年求学时光,尽管好些老师都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,好些同学如肖三,成为了毛泽东的至交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谭永春是关心毛泽东最多的老师。 谭世英是,毛泽东接触最多也最要好的同学。 毛主席对恩师谭永春充满了感激。 早在1950年5月,谭世英就给毛主席写了信,述说了他目前的处境和困难,提出了参加工作的要求。 毛主席接信后,很快给谭世英写了回信,但没有帮忙安排工作。 信计走后,毛主席又补寄了300元钱,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。 这次老同学来信为儿子求情,毛主席该如何处理呢? 毛主席离开老家多年,对谭世英后来的是一无所知,更不知他两个儿子的情况。 因此,收到谭世英的信后没有为他说情,但还是给他回了信,又寄了钱,再一次帮助他解决生计困难。 除了言语和继钱安慰外,毛主席还热情邀请谭世英到北京做客。 1953年,谭世英的两个儿子,因为有血债,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,谭世英极为不满,到当地政府大闹,因此被判管制一年。 对此,谭世英抵触情绪更大。 解除管制后的1955年,谭世英去武汉,找他时任国防部副部长、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唐帝谭正,开国大将,寻求帮助,并诊治连级。 而此时,谭正并不在武汉,谭世英于是直上北京,求见毛主席。 毛主席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阔别几十年的老同学。 谭世英见到毛主席后,倾诉了一肚子委屈。 毛主席听后告诉他,应该把事情调查清楚。 然后,毛主席安排谭世英到医院诊治连级,随即给香香县委写了一封信,香香县委,并转第二区区委,石洞香织部各同志,石洞香的谭世英,四十多年前,曾在香香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。 解放后来过几次信,我一回过封信,因他较困难,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。 最近因患眼病,到汉口找谭正同志求志,谭不在,到北京找我。 现正进医院之言,两三星期即回香,我主他好好清区乡党政干部管教。 据他说,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种。 被枪决,一个是营长,一个是牌长,听说有血战被枪决的。 他本人也未剥夺公民权,管制一年,现已解除管制,但仍不能入农会。 他的妻和他的其他两个儿子,非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。 他说,他的成分是贫农。 他又说,他教了几十年书,只在二十七年前,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,当过五个月的科员,并未做坏事云云。 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,请你们查明告我违判。 祝你们工作顺利。 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,乡乡县委接到毛主席的来信后,很快就回信了。 信中介绍了谭家的情况,提起两个儿子的犯罪事实,并认为,政府枪决他的两个儿子是正确的。 且在对待儿子问题的态度上,谭世英有着相当大错误,根据有关法规判处了他一年管制。 毛主席阅读来信后,认为香香县委的做法是公道的。 谭世英在北京治病期间,曾于6月4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,还附上了一首新写的诗,信中告,祝毛主席自己不日将返乡。 6月8日,毛主席给谭世英写回信,继续给这位尚有情绪的老同学做思想工作,是英雄。 6月4日的信,集大作一首收到,甚谢,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。 中共香香县委有信相支部也有一信给我,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。 据称,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,这是因为,他们在几次宽视之后还要犯罪,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。 因此,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,是应该的。 你则只有一些,就社会带来的缺点,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,故给以一年管制,现已解除。 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。 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,是公道的。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,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。 这样就可以想开些,把一些缺点改掉,督促全家努力生产。 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,清干部们的话。 这样,几年之后,人们对你的,态度就会更好些了。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,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月。 祝你平安毛泽东1955年6月8日,谭世英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,后来没有再闹情绪。 与谭世英的交往,是毛主席和众多老师、同学、亲戚交往的一个缩影,重情重义,而又公私分明,即讲原则。 邦之心,游的人也。邦之王,游诗人也。 群众利益无小事,一知一夜总观情。 文章来源,红色文化网玩时呈邀有志知识投稿,原创或推荐好文章,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,邮箱10700701 atqq.com声明。 本文来源于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亲选请告知删除。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,仅供参考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